首先对自己这个不理智的行为 向观众朋友们表示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 借这个机会呢 向观众表示诚挚的歉意 再次的抱歉 对不起对不起 一起来看看李莹飞为什么道歉 咱们下次再见 一摔成名李莹飞 这个节目呢 是由一摔成名的李莹飞 和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涅蓬老师 为大家拜了一段儿时的个子 木枪一开 还铁枪呢 写成名李莹飞什么 木 木来来来来 木 我手机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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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看你明白了 你想要等着你迅速的进入面 我摔手机 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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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吃一口气 那天啊我唱完这个 哈哈哎呦张嘴就骂尖啊 就拿这儿说的穿手机 那我骂尖的 这怎么不要脸的 这声音啊 快唱一声 我唱了我 你唱了那天好几百人 你这才多人在这 人少没关系啊 怎么呢 这不有动向的吧 就往上一传啊 别传了 传的够巧的 每回子我这个 在台上拿着手机念的呢 都是我们反场花篮的环节 分享大家幽默睿智的留言 舞台上的错误呢 还是在舞台上 我来道歉 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摔手机呀 这个行为 代表我个人诚挚的像 不管是那天 到现场的观众 还是可能有的朋友 您已经刷到了 或者即将刷到这条视频啊 表示诚挚的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 这段也录了 对不起 向观众朋友们表示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 好多人说你为什么呀 其实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啊 就是台上的 本来那个节目演的 我就不是很满意 然后反场的 就到这个环节 有一个台上的杂卦 认了真了 后台的矛盾 怪我了怪我了 因为我老婆来这参加演出 所以您非就生气了 故意这样的 然后让大家录出来以后 全抖音上给我看 这周固就来了 下台就说开了 圆满地解决了这个事 但是我在舞台上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解释一句呢 就是绝不敢是骂观众 你一说相声呢 台上连挂你都接不住 你也忒业余了 你是不是干这个呢 最近就是压力比较大 事儿比较多呀 可能就应的那句老话 就是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是一瞬间 有人老说 说这都是同行的衬托 我也为我这个 给同行抹羞了 让大家低看了我们同行 感到非常的羞愧 我好好的说 好好的写 好好的演 希望您呢 大人不计小人过 在相度里能成全 能关注我们大斗相声的作品 来原谅我这次猛撞的行为 借这个机会呢 向观众表示诚挚的歉意 再次的声表歉意啊 对不起 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